大家好,我是Rona老師 大家好,我是嘉瑜老師 今天又到了我們格局的時間 像巨門心啊,很多人在學習的時候 包括是行性部裡面 他通天都講得沒有很好內容 除了一句敦厚溫良之外 然後都覺得巨門心容易有口舌,巨門心很衰 但嘉瑜老師啊,巨門心真的這麼糟嗎? 其實心藥它都是中性,但沒有什麼特別好或特別差 除非它的組合是匯到不好的組合 所以巨門心也是很冤枉 像我們常常在古書上面 會看到一些很衝突的一個地方 同樣的心藥格局在古書上 有的前面寫得很好,後面組合又很差 就很奇怪,對不對? 我有發現這個問題,我覺得它前後充滿矛盾 所以今天我們來告訴大家 比如說呢,剛剛洛蘭老師講的巨門心 在紫薇抖述全書卷一的地方 有一個格局叫 陳虛陰閒獻巨門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巨門心在陳虛位的時候 爛到爆掉 這上面寫 陳虛二宮安命之巨門獅獻 主人做事顛倒,家煞主唇舌之飛 行商不免,更欲二獻游 他意思就是說,陳虛二宮安命做巨門心的時候呢 那巨門心這個地方如果又失線 或者是說太陽不亮的時候 這個人做事顛倒,家煞 這個煞呢不是七煞,是煞心的意思 就一有口舌是非 行商不免,這傷害是免不了的 更欲二獻游,如果運線走得不好的話呢 這個狀況就是特別容易產生 這個又有陷阱耶 沒有錯 那家煞老師可以詳細的再告訴我們說 他加了煞心跟太陽弱線之後 造成巨門的黑洞更大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運線走得差的時候呢 就是碰到煞忌走進去的時候 那這樣的狀況就會不好 但是呢其實他這句話的主要的重點呢 是巨門在線位 或是太陽在弱線位的時候 本來這個巨門在這樣的位置上面 就不適合再遇到煞忌了 再碰到煞忌的話呢 那巨門心這個人就容易講話 可能會得罪人啊 那不太會講話 那在古時候你知道嗎 講錯話是會被砍頭的 喔對 所以呢才會說會刑傷難眠 再來呢其實巨門心呢 在程序這兩個位置的時候呢 他的對功一定是天童心 那天童心呢 他這個人就會變得好交朋友啦 然後也會跟大家保持一些 很好的良好的關係 可是下心呢就會帶給他一股衝動 巨門心的福德功又是天良心 好那這個人對人很好 然後呢又喜歡幫助別人 但是呢他在講話的時候 又不懂得要好好的跟人家講話 那容易心直口快啦 那心直口快就會得罪到人 就很討厭我老公跟我誠實的講說 老婆我覺得你最近又有一點圓潤 這個我也不喜歡 我就會覺得他應該是被巨門心上升 他真的是冤枉啊 其實他是關心你的啦 所以呢像這樣的位置的格局 是不是感覺上好像不好對不對 對啊 可是呢很奇怪 我們在卷一的地方呢 又有看到另外一個格局 巨門心除了思維跟講話得罪人之外呢 他其實也是有好的格局喔 聽起來就好很多齁 下面的註解是說 陳虛聚門做命本為獻地 如新生人聚門化入在城 則有入暗和在虛 則有入夾命必主富貴 夾殺非也 這個意思就是跟剛剛那個 陳虛應賢獻聚門這個格局的組合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解釋了 對啊因為這個聽起來感覺就很好 雖然他又通篇充滿了文言 陳虛應賢獻聚門這個組合呢 是有碰到殺技的 所以他會變成這樣不好的組合 但是呢如果他現在碰到的是 化入 新年生的人呢 聚門會化入在城的這個位置 那有位呢會暗和一個入存進來 那在虛位呢則有入存加命功 聚門化入的人是不是就比較會講話 講話會比較好聽口才會比較好啊 對不對就像你一樣 對沒錯 那剛剛那個陳虛應賢獻聚門的 那個就是他的殺技不會講話了 不會講話就容易得罪人嘛 那如果說呢你這個人會講話呢 然後呢是不是可以幫自己得到 還不錯的一些好處 真的我從小就是一個 很會講好聽話給長輩聽 所以就很低人聽對不對 所以才說呢陳虛聚門做命本為先帝 即便他是落線的聚門 但是只要碰到話入或者是入存呢 他因為口才好會講好聽話 所以他也懂得去了解別人 聚門的對公就是天童 懂得把話好好的說 那自然而然呢就會帶給自己一些 還不錯的一個好的運勢 喔對 會說好聽的話呢 然後在外人員也不錯 然後好交朋友 對 所以才會入真龍 必主富貴 那這樣口才好的人呢 講話又好聽呢 那在外人員又好啊對不對 對就還不錯很棒齁 所以呢我們在看每一個格局的組合的時候呢 要仔細的去看他的意思 你就會發現他的差異在哪邊了 從嘉宇老師今天分享的格局 我們就可以發現啊 所有的東西他都是有一個淡數的 那這個淡數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都是看大家掌握到的條件是什麼喔 那希望今天的格局對大家有幫助 喜歡的話幫我們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利用指揮斗術改變命運狀況 改變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